最近有一部口碑超高的电影《横空出世》 那就是翻拍自印度电影的《雾沙》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雾沙》的原版《雾沙瞒天气》 网线公司的老板维杰和妻子结婚多年 妻下育有两个女儿 一家人过着幸福平淡的生活 一天大女儿去参加野营 认识了富二代萨姆 萨姆看上去人模人样 背地里却喜欢偷拍女孩的照片 萨姆用偷拍的视频威胁大女儿满足她的要求 不然就把视频上传到网站 被纠缠的大女儿十分害怕无助 而爸爸作为家里唯一的男人常年在外工作 于是他把事告诉了妈妈 晚上母女俩就一起见了萨姆 母女俩请求萨姆把视频删掉 萨姆不肯还生气地把他们打了一顿 就在妈妈和萨姆谈条件的时候 大女儿拿着铁棒在身后偷袭了萨姆 原本她只是想打掉她手中的手机 没想到却打中了她的脑袋 倒地的萨姆就这么一命呜呼了 母女俩匆忙将尸体埋在院子里 就在处理尸体的时候 被惊醒的小女儿看见了 第二天 维杰回家之后发现不对劲 听妻子说完事情的经过之后 作为家里唯一的男人 维杰决定挺身而出保护家人 他让妻子收拾好案发现场 自己将萨姆的手机卡带上 开着萨姆的车离开了 他开着车去到市里的手机店 买了一个新手机 然后把手机卡装在手机里 将他扔进了一辆卡车 接着他把萨姆的车 推进了一个采石场的湖里 一切看似天衣无缝 但维杰回家之后 才发现他们惹了大祸 原来萨姆是监察长的儿子 监察长为人冷酷很利 打人逼供那是不在话下呀 而萨姆的爸爸也是一位高官 一家人位高权重 肯定无论如何都会查出真相 为了瞒天过海 维杰和家人召开了会议 从此刻起 他们要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他们不认识一个叫做萨姆的男孩 也不要老是心事重重的样子 这样很容易被周围人发现 为了替家人放松心情 维杰带着他们去到市里送经 随后一家人看了电影 住进了酒店 然后当做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一样回了家 但女儿却深陷恐惧之中 无法自拔 一看见警察就觉得 是来抓他的 就这样提心吊胆了一段时间之后 萨姆的车终于被发现了 而很不巧的是 在维杰处理萨姆的车的时候 恰好被一个和他有过节的警察 黑哥看见 黑哥故意在维杰面前提到 这辆车的事情 果然维杰面露不安 他立马肯定了这件事和维杰有关 于是将消息报告给上级 但长官知道 黑哥和维杰有过节 而且除了黑哥 没有人可以证明当时是维杰开着这辆车 所以长官觉得他是在故意找茬 所以没有理会他 但在后续的调查中 他们发现 萨姆和维杰的大女儿 曾经去了同一个地方野营 警察立马去学校盘问维杰的大女儿 大女儿克制恐惧 表现平常 说事发那天 他们一家人出去送经了 之后警察又去到维杰家 妻子紧张到发抖 险些露像 维杰冷静从容地 一一地对应过去 但还是引起了警方的怀疑 很快警方就将他们一家人拘留起来 将他们分开地进行了审问 但由于维杰事先和家人对过证词 所以在审问的过程中 并没有出现什么大纰漏 尤其是小女儿的口供十分的坚定 但就是因为小女儿的口供过于坚定 警察长才越发地怀疑他们 一个小孩 为什么会这么坚定呢 于是在一家人走了之后 警察就找到了维杰店里的服务员 以及司机等等一系列相关的证人 一一对证过后发现 维杰一家在事发那两天 确实不在家 但敏锐的监察长却觉得 维杰一家肯定撒了谎 于是又找来当天的录像 不过这也只是进一步证明了 维杰当天确实在外地 这下监察长没招了 但他还是怀疑维杰一家 最后经过一系列的推测 监察长终于知道了 维杰一家怎么撒的谎 维杰在处理了萨姆的车的当天 就在市里买了四张电影票和车票 回家后又带着家人去市里 做了一遍他们口供中说的事 然后又向那些证人洗脑 说他们在案发当天 在哪里做了些什么 这些被洗脑的证人 在不知不觉间 就为维杰做了伪证 但是这些都只是监察长的猜测 他们根本就没有证据证明 证人做了伪证 于是他再次将维杰一家抓到警局 并对一家人进行了残酷的严刑逼供 但尽管遭到了毒打 一家人始终咬定 啥也不知道 监察长也拿他们没有办法 在这期间 监察长见到了儿子的朋友 知道了他们干的龌龊事 更加觉得儿子肯定是凶多吉少 之后监察长将一家人赶了出去 只剩下维杰的小女儿在警局 警察又是拳打脚踢 逼供小女儿 最后小女儿害怕地招了 说出了尸体被埋在院子里的位置 于是警察带着人去了维杰家 这时周围聚集了许多看热闹的人 有记者 有维杰的家人 也有为维杰说好话的村民 警察一个劲地挖 结果挖出来的不是萨姆 而是一条狗的尸体 监察长也傻了眼 维杰看准时机 抱着小女儿冲到人群前喊冤 群众也看不下去了 这不明摆着仗着位高权重欺负人吗 这件事一曝光就引起了很大的舆论 群众都偏向弱势的维杰一家 而相关警察通通地遭了殃 监察长也被撤了职 就这样维杰用自己的智谋 守住了他的家人 最后监察长和老公 在离开之前约见了维杰 以父母的名义 希望可以得到明确的答复 至少要让他们知道 儿子是死是活 维杰作为一个父亲实在不忍心 于是告诉了他们真相 两口子听了很伤心 但也没有办法 这一切也是因为 他们平时太溺爱孩子造成的 电影到这里差不多就结束了 而至于萨姆的尸体 其实被维杰移到了新警察局的地下 要想抓住维杰就只有拆了警察局 但是谁又能想到 这下面埋着一具尸体呢 不得不说 舆论确实可以引导风向 而大众也更容易同情弱者 因为人性大于法律 但弱者有时候完全无辜吗 这个问题相信观众也分不清 不过电影里的受害者萨姆 也算罪有应得 因为在案发之前 大女儿才算是受害者 而萨姆是受害者 只不过案发之后 一切都对调了 这个悲剧也要归咎于 萨姆的家庭教育 所以光有富裕的物质生活还不够 给孩子建立健康的三观 才是最重要的 今天的电影就看到这里 咱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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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